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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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來這邊參加我們陳董事長所主持的新世紀座談會 非常高興 陳董事長是我非常尊敬的學者 對於兩岸議題 由於是對台灣的定位 我最近有一個學生整理出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 我才驚訝說 原來我自己的想法跟他幾乎是完全一樣 也就是對台灣的國家認同的國家定位 我發現我從政治學的小步切入以後 我現在主張的跟他一樣 那就是台灣透過民主化 1996年確立的主權在領的自由民主國家 現在國號是中華民國 但是國際同誠為台灣 因為國家過程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權 不是國企國號國歌 所以台灣只有要不要更改國號的問題 沒有需不需要台灣獨立的問題 這個立場我發現說我跟陳董事長 最近因為指導一個學生他整理的結果 發現說這個立場我竟然跟陳董事長一樣 我非常高興 因為陳董事長是一個國際法的一個代表國民的專家 那我是從政治思想民主化研究切入 發現的結果竟然跟他一樣 好 那麼2007年以前 我寫了兩篇有關跟中國民主化有關的東西 一篇是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主的未來 另外一篇是民主和平論 然後那兩篇都是TSCNL 那麼發表在這個台灣的重要的期刊 也是我聲明教授主要論文之中的很重要的篇章 因為現在升等一定要有至少應該至少要有三四篇的TSCNL 那麼超暴的升等 所以2007年以前我都是用學禮來探討中國民主化 2007年以後我編教科書總組編 丹根總組編 和民的公民社科教科書總組編 8010推出來 2007年以後到現在我從事不小心的 也不是特地去經營的 而是自然而然的投入了中國民主化研究 尤其是兩岸在去年以前 我今年開始不敢去了 那去年以前我也有跑中國大陸 那更重要的是我這幾年 在我們曾經元我的學弟當時的這個引導之下 我就跟他一起參加了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會議 而現在呢一年至少明天參加兩三場在國外的會議 也就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人士 大概七八成以上的人 我大概都會是 那麼11月24日我們台灣的選舉 有兩個觀察團 觀選團要來台灣 那些名單我自己也都掌握住 我他們也給我做一些諮詢 我也給他們一些意見 那麼剛去日本還有美國還有德國 剛開了三次海外民主運動的會議 所以我現在的了解中國呢 就有一些底氣 也就是有跑中國 去年前每年至少平均三次 四次到五次都有跑中國大陸 那麼更重要的是跟海外民主運動的接觸 也就是今年呢有一個很重要一個現象 那就是大家在期盼的紅酒必變 明年是2019 又是天安美發生以後30年 所以大家在期盼紅酒必變 中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紅酒必變 所以2018川普政策的改變 那麼給大家帶來一些期待 這個期待呢 這個已經有海外民主運動的認為說 這個中國崩潰在即 現在已經崩潰已經毫無懸念 重要的是如何去幫助中國 或如何看待中國崩潰以後 共產黨崩潰以後 中國民主化如何進行 如何穩健合理進行 當然也有認為 尤其是台灣的學者 當然也有認為說 一黨專制崩潰沒有那麼容易 希特勒要多久才可能崩潰 那麼如果只將歷史停留在希特勒 那可能中共還要對外發生大戰 然後失敗才有可能一組 那如果你將歷史放到蘇聯 那就不進了 因為蘇聯的崩潰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蘇聯跟美國競爭 國內掏空以後 崩潰了 走向和平的民主化 雖然不成功 但是至少蘇聯的崩潰 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另外一種民主化的模式 只是它很可惜的 已經早就倒退回去了 因為我另外一篇論文 就寫俄羅斯跟台灣的民主化比較 十幾年前它已經民主倒退 現在已經不是民主國家了 好 我談了這些大前提以後 我就回到請農學 我就坐下來 我就談一下我論文的主要的鋪陳 首先 我剛好已經講過 民主化研究有Hunting的作為主流 但是在討論民主化以前 一定要確立是不是民主 確立民主最重要的標準 就是有沒有政黨競爭 所以 中國會只要跟你討論民主什麼 或者你碰到中國 待會你跟他談什麼 你只要問他一句話就好了 那就你能不能告訴我 共產黨中共要永遠執政 還是中國有可能走政黨競爭 只要問他這句話就可以了 我用這句話問北大的王岐石院長 他說中共不可能走民主化 不必走政黨競爭 我問他說 那如果有年輕人不滿意怎麼辦 他說他會叫年輕人找過來說 年輕人你為什麼要不在共產黨裡面發展 黨會好好照顧你 是比大高才生呢 陪我進去一路呼叫說 一出來後馬上跟到獎上 他不動力他的觀點 我到下大去再問他們當時 他們院長他們的所長 當時的張文生是政府的所長 還公開講 任何認為共產黨永遠要統治的都是既得利益階級 他們也有人講真話 但是幾年以後連張文生都倒退了 他們也不敢講這些話 如果他敢講這些話 可能當現在來護院長 也就是說 如果公開問他們 學者現在沒有幾個人敢講說 共產黨遲早還是要走政黨競爭 但是以下他們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政黨競爭 因為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標準就是 競爭參與自由這三個角度 競爭參與自由這個是NOVOTAL整理出來的 三個東西 原來他在1970年的時候只提到競爭跟參與 後來有人討論到 如果你沒有充分的自由 你如何維持競爭參與的公平 所以只有自由民主國家 才有維持相對的政黨競爭跟人民參與的公平性 所以民主是什麼 就是競爭參與自由這三個要素 中共的民主 就是要求大家普遍參與 但是不允許競爭 更沒有自由來保障 所以蘇聯沒有垮台前 我是研究俄文的 我非常清楚 當時俄文裡面提到 如果你生病躺在床 用單價把你抬出去投票 因為投票是投票的 後來我去蒙古共和國看他們官選 才發現原來他們投票率有很高 因為成人的選票送到病床那罵頭 原來人民民主的概念就是投票是你的義務 所以投票率99點多 投票率差不多9成了 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那如果獲得選票90%一定是假的 包括我們當時的蔣東正 對不對 國民大會連選舉都是 不是嘛 所以中共的民主 你只要從這個角度你要討論好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跟中共討論 他們中國學者 他們沒辦法應付的 否則你跟他講 你們那麼是資產階級民主 我們是人民民主 他終於變這個 然後他就變成說 西方的是資產階級民主 我們是人民民主 我們是物產階級 我們取消了階級 既沒有階級也沒有政府也沒有國家 他們未來的理想 是不是 人類除非到禁止的社會 活著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 但他們還在想要實現共產主義 所以我這幾年跟中國道交流 我還獲得一個訊息 共產黨到現在還是想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包括資本主義都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他要消滅 所以他們讓大商人來幫國家發展經濟 只要做大他要消滅資產階級 你看現在大商人被取締 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 因為又是習近平 他本來就是最是毛澤東的粉絲 其他還不盡難 江澤民還不盡難 我剛好最近獲得這個 因為我一個學生剛從中國到回 問他 他說習近平真的比較可能是 鄭重的共產主義的吸電者 所以他們思考觀念是這樣子 所以講兩個民主以後 我們再來看民主化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政黨競爭的勇 我們就是判別民主化最重要的標準 當然要有普遍的自由 來把握競爭跟參與的公平性 從這個角度來講 非常清楚的 民主化就是從威權或極權轉 走向民主的過程 這很簡單 從不民主走向民主 叫做民主化 我們用了概念來評估了民主化的標準 就是最低程度的小壁頭的模式 就是政黨透過競爭取得執政權 就是這個概念 這民主真的最標準定義 我1984年找到 到現在全世界沒有變 我非常高興 我覺得有時候沒有出國 我不會比出國差 我看台灣一大堆出國的教授 沒有基本的這種概念 為什麼 因為他也許練 我們有學長在 也許他練韓文系 練了四點韓語系 到國外之間練區域政治 對基本的政治學概念都搞不清楚 所以難道國外博士 有些他是專業的專業的專業 他基本的思想問題沒有確認 美國最好的大學學生是大學畢業的 我的指導叫江北雲老師 他英語非常強 人家問他英語字典的時候 他說你不要看字典 問我就好 因為他從阿丁文讀英文 他大事的時候到那個 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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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一年少 練的書比台大三年還多 所以美國大學最好是大學畢業的 最好大學大學畢業 台灣為什麼 一大堆大家看不起了 國外博士 因為 國外博士不進來 他的那個 基本素養是夠的 因為如果在台灣的學習不夠的話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 越不覺得說 我國內本博士 會比他們國外博士差 因為基本思想觀念有沒有確立的問題 1994年我開始研究自由主義 因為他沒有自由主義 我才知道 先確保100%言論自由 再來思考100%言論自由有什麼問題 剛才大家在討論言論自由的時候 我的思考也是這樣子 你先保證言論自由 再來反對假的訊息 保證言論自由 再來反對假言論自由之品 來亂搞的這些 還是要先保證100%言論自由 因為我們沒辦法保證 我們所思考一定是絕對的爭議 第一個公開發表地球繞太陽轉的 當時不敢發表 所以人類容易換錯誤 所以為什麼要保證言論自由 好 民主化 我早期已經寫過很多 這個大家都比較清楚 就六個 五個個關因素 經濟發展跟經濟倒退 經濟發展順利走向民主化 叫現代化模式 倒退是變狗 替換模式 所以經濟發展很快走向民主化 叫做變狗模式 他對人說講的變狗模式 經濟發展很快 然後還不走民主化 結果經濟發展掉下來的時候 然後被推著走民主化 叫替換模式 所以經濟發展是兩邊論 加上很快會走民主化 很快不走民主化 還會被逼走民主化 所以經濟發展最重要 後面所謂合法統治 統治權威的政績跟經濟發展有關 然後文化因素 外來勢力 還有溫血球這五項 那麼外來勢力 台灣南韓都受了美國影響 現在很顯然中國好像也會受美國影響 本來我覺得中國沒辦法用推的 現在發現美國還是可以影響它 因為它只要掌握核心技術就可以影響它 那溫血球 中國是不管溫血球 它就是要反對溫血球 今天全球民主倒退 中安院某月事主張說 現在自由民主黨已經失敗了 他不知道 混乱不知道 現在只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 退潮最大贏就在因為中共提前的擴張 我看到的是民主化退潮 不是民主化的失敗 他看到是自由民主化的失敗 我看的角度跟中安院是完全不一樣 倒退最大贏就是因為中共提前政治的擴張 最重要的是政策領導 你前面都有了 你不走政策領導 這個國家沒有買民主化 全世界唯一經濟發展很好 現代化的國家 不走民主化的國家 就是新加坡 結果中共說它想學新加坡的模式 可能嗎 新加坡是全世界唯一特例 因為統治者可以掌握它底下幹什麼 縱然如此 新加坡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麼這個民主化也有 我已經講過了 好 那麼接著下來 這個我剛才講過民主化有三種模式 就執政黨主動改革的叫變革模式 那麼替換模式就是執政黨不改革以後 第一次選舉執政黨就被退換叫替換模式 那移轉就是像藍規的 黑人 原來那個白人的總統 一定當黑人總統 副總統 白人 黑人共同攜手走向民主化 執政黨跟反對黨攜手走向民主化 叫做移轉模式 就是合作的模式 好 那麼講了這些以後 我們再看中國 看中國的民主化就是三個角度 第一個 經濟發展以後 共產黨有沒有可能主動改革 做臺灣的模式 叫貝魯模式 唯一無其為 我還是不斷地呼籲 通過去年十九大早上一召開 早上下午大紀元失敗 馬上打電話給我 訪問我 我隔天馬上發表 習近平沒有路可走 你真的都反腐這麼多人 這些人隨時等待反腐 如果你左邊主化 那你沒有話講 你們反正我打台灣 不用我走向民主化 我將政權叫出來 如果你認為走民主化最後結果是說 他要永遠連任 那你看一下後果會怎麼樣 所以如果走民主化 中共可以走這條路 雖然迴乎其為 到現在為止 我要呼籲新民主動改革 就是走臺灣的這個病毒模式 第二個是T彎模式 好 你不走民主化 哪一天你經濟發展掉下來 人民一下就把你T彎推彎 怎麼推彎 民變 民變 政變 海外民主運動人士他們已經提出來這一點 現在叫做全民共振 正在推動 11號一定會有反抗中國 中共的遊戲 全世界到處在推動 中國大陸有沒有 有 只是他們都是藏起來 然後他們現在也在推動中國大陸 就是你不要輕易站出來 你站出來都被殺頭了 你要站出來 同時一千萬站出來 那他就沒辦法抓了 他是要走這條模式 所以潛和力量很大 就是希望哪一天同時站出來 然後我跟他們建議說 你們不要講說你們是要公民威權規問什麼 你就講我就是公民就好了 因為中國沒有一個人是公民 所以我是公民這樣就好了 我不當公民領袖 我只是公民 我只爭取有公民權益就好了 他們現在威權都會用個人權益 他不論掉公民的權益在哪裡 你看他現在威權幾乎都是個人的 利益 那公民的權益是什麼 他們不敢提出來 我就很想主張公民的權益就好了 維權 然後我也大量在跟台灣民族運動溝通 最近推動的就是自學潛是很重要的精神 我們剛去德國開會 第一是民運大家共同共識 自學潛是兩個人權公民第一條共同的精神 所以尊重人民的生活方式的選擇 制度的選擇 價值理念的選擇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現在海外民運動我在跟他們做過程 就是你不尊重自學你沒辦法團結 尊重自學的國家 尊重自學潛的國家 它是自願的結合 他們還可以團結 那麼這一點我再跟他們一起推動 那麼這個就是中共如果 金融化很快不走被偶模式 那麼哪一天就會T1模式就被推翻了 哪時候被推翻不知道 有一個美國學院講 中共明天倒他不覺得驚訝 30年以後再倒他也不覺得驚訝 所以哪時候搞不知道 有一個人講說這個虧要蹦蹦 那虧要蹦蹦哪一天就會被崩掉 何欣欣講虧要蹦蹦 那哪一天虧到爛以後會不會崩掉 沒有人知道 好 這第二條路 第三條路現在就是我們期待美國現在的推動 就是芯片革命 科技革命 加上貿易戰 有可能是掌握住中國 中共這個共產黨政權 民主化的最後的最多的力量 也就是10年前 我不是10年差不多 2012年我到美國去 我還發表了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 就是經濟發展以後政治領導 加上網路手機的話語 沒想到中共 大家看到說 第一次 中共的民主化的很重要因素 就是因為網路手機發表 中共沒辦法完全控制輿論 因為極權專制的統治本質 只有暴力加上謊言 暴力它有牢牢掌控住 但是謊言它已經會被網路手機打破 結果從此以後它開始怎麼樣 全部黃火長城 輿論控制 你如果有機會跟他們參加規勸 你只要發表一點點敏感的藝人東西 現在看得到隔天或幾個小時 你都看不到 它用在管制輿論 但是我的看法是 這還是中共可能會崩解最大的意義 也就是24世紀初期 極權政治最強盛的時候 人民是沒辦法反抗 人民最後反抗就是 林草莫連 所謂的 我活不下去了 我可以去練功來對付你 冷兵器時代 漏了兵器以後 人民幾乎沒辦法反抗 因為全部掌握在統治者手上 最後只能抗民心 那麼這個民心呢 我的看法就是這個網路手機的外面 可能中共還是控制 你看它還很有自信 你看它要推動它的模式 沒想到美國先來一個貿易戰 科技戰 芯片戰 芯片戰就可以掌握住 讓它維穩可能會出問題 貿易戰 科技戰 讓它經濟出問題 這種情況之下 中共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現在的人民幣已經從6.9變 6.1 6.2 現在要6.9 就兌美金 我學生跟我說 它現在兩萬台幣都比較貴 大概7.6 從5變成4.5 1塊人民幣換5塊台幣 現在變成4塊的 這個事情到今年開始 到明年 我們不知道外國人發生什麼事情 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現在的政策 很有可能就是外來的勢力 也就是民主化其中一個勢力又出 一個因素又出來了 外來勢力有可能帶動中共的民主化 那麼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開始倡導 主見全球自由民主聯盟三層次 我跟海外民人正在跟他們倡導這個事情 第一層是以它為主 結合幫助所有華人華語 為什麼要講華人華語 因為你不能講說西藏國外是華人 我覺得最能講到華語 我用華人華語 就聽懂中國話了 還有不是中國人 然後講中國話了 所有這些 台灣在幫助這些人走民主化 第二層是日本 幫日本結合亞洲自由民主國家 亞洲只有五個自由民主國家而已 日本 南韓 台灣 蒙古 印度 五個自由民主國家 幫助澄清自由民主國倒退的四個國家 歐利賓 印度 泰國 馬來西亞 這四個曾經被列為民主國家倒退的 然後再幫助現在民主化有可能啟動的 越南 編甸正在啟動的 然後設計新加坡只欠東風 只欠政治領導的民主化 這是亞洲 所以台灣的南響政策不應該只有經濟 應該要藉這個機會請日本一起來幫助這些國家走向民主化 更高層次的第三層次就是美國應該倡導全球自由民主聯盟 人類的意義上最大的民主化就是第三波 全體式民主國家最多只到120個 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現在最多只有到90個 現在是處在民主化的退潮時期 已經連續十年都被講說現在全球民主化在退潮 但是縱然如此還是有88個自由民主國家 最新的統計 經典的統計就是88個自由民主國家 美國非常清楚他看到聯絡國的人權理事會 都被各國國家所掌握住 這時候美國應該帶頭出來呼籲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 團結起來組建一個全球自由民主聯盟 然後來讓中共倒台 專注者們倒台 我看中國政權最喜歡想的 最常想到的就是小孩子打電動玩具 打電動玩具他們打魔鬼 如果你沒有將魔鬼打死 那麼他們會不斷地釋放小鬼出來 你最後你不管多麼正義之事 還是會被打掉 所以打擊魔鬼唯一就是將魔頭打掉 讓全球民主化不會受到威脅 讓台灣不會受到威脅 讓美國的自由世界的尊重自由人權的這個價值觀 能夠保障住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中共政權倒台 如果他們沒有倒台 那麼很多國家都有恃無恐 不管是北韓 或者是這些專制國家 或者是這個曾經比較自由一點 又開始倒退了 包括土耳其 現在的總統根本是有獨裁者 他破壞多少 包括我們台灣有些土耳其的學生現在回不去 然後包括貴利賓那個總統 雖然是用抓土耳其理由 但是用的是不正當的方式 所以只有中國共產黨政權倒台 全世界自由民主才能夠進一步推動 那這是我今天 這個雖然沒有用PPD 但是我很高興 我雖然趕回來 還可以好像記憶力沒有 理解力沒有喪失掉 還可以把它這樣完整講完 謝謝 各位 謝謝 謝謝李友凡教授 有關中國民主化的這個問題的一個很精采的分享 現在我們繼續請梁文濤教授跟我們報告 香港一國兩制下的同學報告 按照這樣的議程 大家先請梁文濤教授 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請梁文濤教授 聽一聽話 請梁文濤教授 請梁文濤教授 你可以 würden 入住